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口气之作 千雪 第1566集 第五衙和凤九儿之后换了两人 凤江坐在高堂位置上 似乎有些紧张 双臂冒着汗 此时所有人都看着他 乔木终于忍不住了 你这什么东西啊 送人了还一直揣着 几个意思啊 一张纸 凤江抓着一脚 行子周抓着一脚 两人都不动 场面又尴尬 又好笑 凤江这才反应过来 放开了他要送出去的东西 他侧头看着乔木 低声说道 我刚才在想 是不是应该说些什么 但是话一道口边却是说不出了 所以 凤江抿了抿唇 视线一转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行子周 行子周 这是我在京城的一处宅院的房地 要是以后你和小樱桃有机会到京城去住 你们可以去看看 地方不错 要是你们不住在京城里 也可将它变卖 现在 那一处可是卖个一百万两银子 拿着一个金镯子的乔木 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倾咳了声 稳定自己的情绪 说道 请笔金尖 希望你们俩相亲相爱到老 这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不能要 行子周听闻凤江的话 将手里房契递了出去 小樱桃也看着这张房契 忘记去接乔木的金镯子 乔木看着小樱桃 小樱桃看着房契 行子周看着凤江 凤江看着行子周 目光最后落到乔木身上 乔木拉来小樱桃的手 将金镯子塞在他手心 回头看凤江 看着我做什么 行子周不喜欢 凤江有点为难 我 我不是不喜欢 是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接受 他们不能接受 他的目光没有在乔木身上移开 放开双腿上的双手 微微成全 乔木扫他一眼 事件落在行子周身上 收下吧 他房子多得是 别不好意思 到时候我无家可归 别忘了给我留一间房间就行 小樱桃一把取过行子周手中房契 向凤江去了鞠躬 谢谢姐夫 祝姐夫和姐姐百年好和 小樱桃跪拜之后 看着乔木身旁的凤九儿 轻轻摇了摇手中房契 以后这就是他们在京城中的家了 不管是九儿还是乔木 他都会留有房间 凤九儿给小樱桃比了一个大拇指 另一只手轻轻抚了抚乔木的背 他轻身靠近乔木 低声说道 担心他会败光家里的钱 我劝你啊 还是早些进门 将所有钱财拿到手比较好 乔木扫了凤九儿一眼 并没有反驳 一下子就送价值一百万两的房子 哪怕是送给小樱桃 乔木也肉疼 钱不是这么好赚的 它长这么大 也没有住过这么昂贵的房子 行子舟也给凤江跪拜之后 凤江和乔木也就功成身退了 夫妻对拜 喜婆的声音再次在不大的房子内响起 行子舟和小樱桃相对而跪 互视一眼 同时低头 小樱桃今天很漂亮 披的红纱金下 还是能看得清楚那张白皙小巧的脸蛋 她笑得很幸福 让看见的女子 特别是未出阁的 都开始憧憬未来 该有的礼节一样不少 但今天的婚礼和平时的还是有些不同 送入洞房 新郎官给新娘子掀了头盖之后 两人在众人拥护之下 离开新房 新娘子要和大家一起用碗扇 免去了她独自在房间里等待的苦 喜婆说了一声 开始用扇 每家每户听见的人都喊道 开始用扇 很快 整个盘龙寨 里里外外 不管是本寨的人 还是刚赶到的兄弟 都举起手中的杯子 或碗 或者其他器皿 大家干酒的干酒 干水的干水 就当作是给新郎和新娘的祝福 婚礼选的是盘龙寨里最大的房子 房子里里外外 就连路上都摆满了桌子 今天是行子粥和小樱桃的大婚 在场的人基本上都是原来天机堂的兄弟 大家有序过来给行子粥敬酒 酒量不错的行子粥很快也有些醉意 强木见状 在下一批兄弟过来前 给自己碗里倒满了酒 你们还让不让人今晚洞房了 现在开始 我替行子粥喝 强木爽快 兄弟们也不计较 但强木也没有喝多少 很快 他拿酒坛的手 被凤江禁锢住了 强木抬眸看着凤江 紧拧着眉 做什么 别喝了 凤江一把取过酒坛 强木伸手去夺 凤江长臂一伸 将酒坛举高 强木身高不及凤江 他整个身体都几乎贴到凤江身上 但还是摸不到酒坛 给我 他收回手 怒视凤江 凤江垂眸对上他的视线 长臂一捞 将他拥入怀 他看向围过来的兄弟说道 多谢大家对行子粥和小云桃的祝福 那 这坛酒我干了 大家随意 好好 爽快 兄弟们都起哄了起来 笑声欢呼声不断 凤江垂眸看了乔木一眼 浅浅勾唇 抬头 开始往口中灌酒 被迫贴在凤江怀中的乔木 没有再挣扎 他一顺不顺地看着凤江 刚才还不安分地手 渐渐抱上他的腰 不可否认 有的时候这个男人还是挺有魅力的 乔木感觉心间突然涌上醉意 让他眸子里有些模糊 他紧紧地回抱着他 一动也不动 哐的一声 凤江将空出的酒坛放回到桌面上 兄弟们再次欢呼 凤江没有理会 他放下酒坛 垂眸看着怀中猪唇 低头吻了上去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先是震愣了一下 紧接着是更加响亮的欢呼 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 乔木却还是能听见男人的心跳 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也许不仅是他 还有他的 不知何时 乔木抛开一切 闭上双眸 渐渐的 他的世界里 只有他粗犷的呼吸声 凤江发现 怀中女子停止呼吸 一张脸胀得很红 才依依不舍将他放开 他放开了乔木的唇 却把他整个人护在怀里 似乎是不舍得让大家看见 他此刻迷人的模样 请关注一刀酥酥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